好,我们现在我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它一份Word的文件 一份Word的文件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还有这一张图片 那图片怎么样传送给PowerPoint 图片,这些都是图片呢 怎么传送给PowerPoint的不能传送嘛 可是它有相簿的功能 所以我就先把这些图片 滑鼠右键另存成图片 另存成图片 例如说存放在我的第一磁列机 刚刚这里面范例 好,例如说这边我就存成JPG001 存到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第二个图片 滑鼠右键 然后另存成图片 然后一样存在刚刚的低磁列机 范例 然后叫做JPG002 然后接下来第三张 另存成图片 一样的做法 我就先把这些图片 想办法先收集起来 003 JPG 存档 第四张 另存成图片 依此类推 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收集了 假设有50张图片 我是不是就要做50次 对不对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方法 就只能这样做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这边的关系 所以我要去把这几个范例 这几个图片先解锁 解锁 好 应该点 确定就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现在有四张图片 理论上这边可能就有50张图片 你就一张一张来去做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透过这里面的项布 插入项布 然后接下来去选择我的低磁列机 低磁列机 然后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范例 这四张图片 选拘器来插入 然后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四张图片 放在简报里面 然后你再去做 在这个地方来去做调整 看你要怎么样去呈现这张图片 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的 这样子一个方式吗 当然你也可以复制贴上 复制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在这边 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一张复制 就是滑鼠右键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到powerpoint的这边 来去做贴上 本来你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只能这样告诉你 就只能这样做 因为他这边没有快速的去解决图片的方法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那你们可以自己来去练习 动手做看 可是真的还是在做复制贴上 我现在就能复制贴上 我现在就需要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